生命纪 第28章 如果你实在听从耶和华你的神的话 谨守遵行祂的一切诫命 就是我今日吩咐你的 耶和华你的神 必使你超过地上所有的民族 如果你听从耶和华你的神的话 以下这一切福气 必临到你身上 必把你追上 你在城里必蒙福 在田间也必蒙福 你身所生的 土地所出的 牲畜所出的 牛生殖的和羊所产的 都必蒙福 你的篮子和你的团面盆都必蒙福 你出必蒙福 你入也必蒙福 那起来攻击你的仇敌 耶和华必使他们在你面前被击败 他们从一条路出来攻击你 必在你面前从七条路逃跑 在你的仓房里和你守所办的一切事上 耶和华必吩咐福福气领导你 在耶和华你的神赐给你的地上 他必赐福给你 如果你谨守 耶和华你的神的诫命 遵守他的道路 耶和华就必照着 他向你起过的事 立你做他自己的圣名 地上万民 借你被称为 耶和华名下的人 就必惧怕你 在耶和华向你列祖 启示应许 要赐给你的土地上 他必使你身上所生的 牲畜所产的 土地所出的 都丰富有余 耶和华必为你打开他天上的宝库 按时降雨在你的地上 在你手里所做的一切事上 赐福给你 你要借贷给许多国的民 却不会向人借贷 耶和华必使你做头不做尾 居上不居下 只要你听从耶和华 你的神的诫命 就是我今日吩咐你的 谨守遵行 不可偏离我今日吩咐你的一切话 不偏左也不偏右 以致去随从和侍奉别的神 但是 如果你不听从耶和华 你神的话 不谨守遵行 我今日吩咐你的一切诫命和律例 以下这一切咒诅 就必临到你身上 把你赶上 你在城里必受咒诅 在田间也必受咒诅 你的篮子和团面盆都必受咒诅 你身所生的 土地所出的 牛生殖的和羊所产的 都必受咒诅 你出必受咒诅 你入也必受咒诅 耶和华 必在你手所做的一切事上 使咒诅 分乱和责备 临到你身上 直到你被消灭 速速地灭亡 因为你行恶 离弃了我的缘故 耶和华 必使瘟疫随着你 直到他把你 从你进去得为业的地上灭绝了 耶和华 必用劳病 热病 炎症 虐疾 干旱 汗风 和煤烂打击你 他们必追赶你 直到你灭亡 你头上的天 必变成铜 你脚下的地 必变成铁 耶和华 必使你地上的雨水 变为飞沙尘土 从天上下到你身上 直到你被消灭 耶和华 必使你在仇敌面前被击败 你从一条路出去攻击他们 必在他们面前 从七条路逃跑 你必成为天下万国惊骇的对象 你的尸体 必成为空中的飞鸟 和地上的走兽的食物 必没有人来把他们吓走 耶和华 必用埃及人的窗 炙漏 牛皮险 红枕打击你 这是你不能医治的 耶和华 必用癫狂 眼瞎 心乱 打击你 你必在中午的时候摸索 好像瞎子 在黑暗中摸索一样 你的道路 必不亨通 你必日日受欺压 被抢夺 没有人拯救你 你和女子订了婚 别人必和她同情 你建造房屋 必不得住在里面 你栽种葡萄园 必不得享用她的果子 你的牛在你眼前被宰了 你必不得吃她的肉 你的驴从你面前被抢夺了 必不归还给你 你的羊群交给了你的仇敌 必没有人拯救 你的儿女 必被交给别国的名 你必亲眼看见 日日为他们焦虑 你必无能为力 你土地的出产 和你劳碌得来的一切 都必被你不认识的民族吃尽 你必常常受压迫和压制 你因亲眼看见的 必要疯狂 耶和华必用毒窗 打紧你的双膝和双腿 有种制定 使你无法医治 耶和华必把你 和你所力统治你的君王 领到你和你的列祖 都不认识的国那里去 在那里 你必侍奉别的神 就是木头石头所做的神 在耶和华要领你去的各民族中 你必成为使人惊骇 使人嘲笑和讽刺的对象 你带到田间的种子虽然很多 但收进来的却很少 因为蝗虫把它吞吃了 你栽种修理葡萄园 必不得收葡萄 也不得喝葡萄酒 因为虫子把它吃尽了 你全境必有橄榄树 却没有有抹身 因为你的橄榄还未成熟 就脱落了 你必生儿养女 却不是属你的 因为它们都要被掳去 你所有的树木 和你土地的出产 都必被害虫吃光 住在你中间的寄居者 必渐渐高升 比你高而又高 你必渐渐下降 低而又低 它要借给你 你却不能借给它 它必做头 你必做尾 这一切咒诅 必领导你 必追赶你 必把你追上 直到你被消灭 因为你不听从 耶和华你的神的话 没有遵守 祂吩咐你的诫命和律例 这些咒诅 必在你和你的后裔身上 成为一击和其事 直到永远 因为你在这样富足的时候 没有以欢乐和高兴的心 来侍奉耶和华你的神 所以你必在饥饿 干渴 赤身露体和缺乏之中 去侍奉耶和华 派来攻击你的仇敌 他必把铁鳄放在你的景象上 直到把你消灭 耶和华必从远方 从地级把一国的民带来 像鹰一般飞来攻击你 这民的语言你不会听 这民脸无羞耻 不顾老年人的情面 也不恩待青年人 他们必吞吃你牲畜所生的 和你土地所产的 直到把你消灭 必不给你留下五谷 辛酒和油 幼小的牛 以及肥嫩的羊 直到使你灭亡为止 他们必把你围困在你的各城里 直到在你的全境内 你所倚靠高大和坚固的城墙 都被攻陷 他们必把你围困在耶和华 你的神赐给你的全地的各城里 你在仇敌围困和窘迫你的时候 要吃你身所生的 就是吃耶和华你的神 赐给你的儿女的肉 你们中间温柔嫩弱的男人 必敌视自己的兄弟 怀中的妻子和余生的儿女 甚至在你的仇敌围困和窘迫你 在各城里的时候 他要吃自己儿女的肉 却不肯分给他们任何人 因为他没有什么剩下的 你们中间温柔娇嫩的妇人 素兰因为温柔娇嫩 不肯把脚掌踏在地上 现在必敌视自己怀中的丈夫和自己的儿女 他暗中把自己两腿之间出来的婴孩 和自己生的儿女吃掉 因为在你的仇敌围困和窘迫你 在各城里的时候 他什么都没有了 如果你不谨守遵行 写在这书上的这律法的一切话 不敬畏这荣耀和可谓的名 就是耶和华你的神 耶和华就必使你和你的后裔遭受其灾 就是大而长久的灾 毒而长久的病 他必使你惧怕的埃及人的各种疾病 都临到你身上 紧紧地缠着你 又把这律法书上没有记载的各样灾病 都降在你身上 直到你被消灭 你们以前虽然像天上的心那么多 现在剩下的人数却寥寥可数 因为你不听从耶和华你的神的话 先前耶和华怎样喜欢你们得好处 使你们人数众多 将来也必怎样喜欢你们灭亡 把你们消灭 你们必从要进去得为业的地上被拔除 耶和华必使你分散在万民中 从地的这边到地的那边 在那里你要侍奉你和你的列祖不认识的别的神 这是木头和石头做的神 在那些国中 你必不得安息 也没有脚掌歇息的地方 耶和华却必使你在那里心中发战 眼目憔悴 精神颓废 你未来的生命 必悬而不定 你必昼夜恐惧 生命难保 以你心里的惧怕 惊恐和你眼中看见的景象 早晨你必说 但愿现在是晚上 晚上你必说 但愿现在是早晨 耶和华必用船 把你送回埃及去 走我曾经告诉你 你不得再见的那条路 在那里 你们必卖身给你的仇敌做奴仆和做卑女 却没有人买